大一哥豪至百万财礼取信而习 朱小伟和陈亚男离婚遭有预兆 同村人报订婚内幕 近日大一哥的邻居在网上 晒出了一段大一哥儿子朱小伟订婚的视频 视频中朱小伟未婚妻 双双捧着杯子给大一哥敬茶 并改口叫大一哥爸爸 据悉朱小伟的新老婆是一名老师 长相与陈亚男婆也相似 而大一哥也对这个新媳妇十分满意 不仅笑得合不拢嘴 接过茶后还不断的说谢谢 随后就将装有改口费和彩礼的包包递了过来 据同村人透露 朱之文这次出手十分大方 光准备的礼金就高达五十万 他有一辆豪车以及一套当地的豪宅 总价值可能在二百万左右 随着订婚视频曝光以后 朱小伟未婚妻的各种资料已被扒出 据之前人士透露 朱小伟和未婚妻曾经是同学 两人和舅以前就已经认识 而且女方已经暗恋朱小伟多年 朱小伟在和陈亚南离婚以后 两人就慢慢走到了一起 陈亚南和朱小伟离婚不到半年 朱小伟就再次订婚 不少网友为他和陈亚南那场 维持不到一年的婚姻感的晚些 陈亚南和朱小伟离婚以后 关于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 一直被猜来猜去 有人说是因为陈亚南做错事 大一哥家不原谅 还有说是因为大一哥家急着抱孙子 而陈亚南却不愿意给朱家生孩子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 好像所有的错都在陈亚南身上 而就是因为这样 陈亚南也是被骂得扛不住了 不仅主动退婚 还退还了全目彩礼 经首饰和车子房子 其实陈亚南和朱小伟离婚 早就有预兆 两人刚结婚没多久时 陈亚南就开始直播 在众人眼中 陈亚南之所以愿意嫁给朱大伟 就是贪图大一哥的名气 想要带货赚钱 名利双书后 陈亚南不仅嫌弃朱小伟不中用 还在直播中接朱家一家人的段 其实陈亚南兴气很高 他根本不甘心 只做朱家的儿媳 而是想做一个女强人 他和朱小伟根本不是一路人 这也导致离婚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 朱小伟夜间有了一段新的感情 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